大家好,我是Den 之前因犯下各种下流的罪行被捕的吴亦凡 今天,中国法院的一审出炉 而引起了韩国网友们的热议 该消息也登上了韩国演艺新闻的热搜一位 11月25号,北京朝阳区法院宣判吴亦凡 以各种肮脏的罪行判处有期徒刑13年 并且驱逐出境 而因为吴亦凡拥有着加拿大国界 所以,驻中国加拿大大使馆的有关人士也出席了法庭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在中国坐监13年后再驱逐出境吗? 人生真的完蛋了 说实话,很羡慕中国这样的判决 在中国就算是大明星犯了这种罪也是毫不留情啊 真的很羡慕 如果是我们国家的话,应该和解什么的后背叛缓刑吧 是吧,曾经喜欢过你的我真的跟傻逼一样 不过,你也要感谢,幸好不是死刑 对于吴亦凡的一审判决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被所属公司宣布除名退出的意大利索牛Q 意大利索牛的所属公司今天发出声明表示 从2022年11月25号,公司决定将旗下艺人Q 从意大利索牛成员中除名退出了 今年出现了很多有关意大利索牛的谣言 公司为了成员们与粉丝们一直都没有做什么对应 但是最近收到消息说Q对工作人员耍大培说脏话 而在调查后发现,确实有此事发生过 因此公司代表有向工作人员道歉安慰 公司也为了负责任,决定将Q从意大利索牛退出了 首先正是向因为此事而心灵受伤的工作人员道歉 公司会尽全力协助工作人员能够恢复正常的生活的 一般来说,艺人不管是被谁爆料耍大培的话 不管这是不是真的,负面的风向还是会占一大半的 但是这次Q的情况却非常不一样 该给Q的钱都给后除名退出的吧 想要给他扣伤这种形象后再辞退 真的是太肮脏了 这是担心打官司会输掉才会做这种肮脏的操作吧 快拿出钱来 你们以为现在是80年代吗 为了扯艺人后腿来这趟 太落伍了是吧 是不是什么进行的不顺利 突然在写什么小说 真的是太恶劣了 Q太可怜了 意大利索业成员们也太可怜了 就算真的有骂脏话的录音曝光 我们也能理解的是吧 做牛做马也不给钱 骂脏话不是应该的吗 所有韩国论团几乎99%的留言 都是站Q这一边的 所以对于Q被所属公司爆料耍大牌骂脏话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metelly Had purpose approached 避免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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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